国土遭到俄罗斯入侵的第21天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刚刚告诉过大家 用视讯的方式对美国的参众两院发表演说 得到全体议员起立鼓掌欢迎 好在演说当中 泽伦斯基感谢美国支持 但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援助 好尽管美国总统拜登一再的拒绝他 但是他还是希望能够把乌克兰的领空化为禁航区 同时呢他也批评俄罗斯入侵 就好像911恐怖攻击事件 不过这个战争呢 现在双方依旧是炮火不断 乌克兰把俄军的坦克炸成了一团大火球 而且还反攻被俄军占领的赫尔松空军基地 炸毁俄军的直升机 俄方呢则是日夜重炮空袭乌克兰的各大城市 第二大城哈尔科夫一天之内就被炸了65次 另外呢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更是已经展开35小时的宵禁 美国的官员预测 未来10天将会是战事的关键 一生惊天巨响 飞弹直接击中大楼 乌克兰首都基辅惨遭日夜轰炸 另一头俄军坦克在雪地中前行 也被乌克兰军队瞄准射击 炸成一团巨大火球 而乌大战你来我往 双方毫不手软乌克兰第二大城哈尔科夫 甚至在一天内就被俄军炮击狂炸65次 至少六百座建筑被摧毁 民众好不容易逃出家门 抬头一看俄军战机又来了 马上再投一枚飞弹 所有人此命奔逃 乌克兰15号发布全国性空袭警报 首都基辅更宣布面临危险时刻 紧急实施三十五小时的宵禁 禁止出门 将持续到台北时间周四下午一点 俄乌双方也持续夸耀各自战果 乌克兰声称针对俄军占领的 赫尔松空军基地进行反攻 把整个基地变成一片火海 摧毁至少三架俄军直升机 俄罗斯国防部则炫耀 收缴大批乌克兰军队的重要武器 专打战车装甲车的标枪反战车飞弹 依次排开阵仗惊人 赫尔松街头更到处都能看见 被破坏的乌克兰各式军车和战车 美国官员警告俄军可能以赫尔松为跳板 大举向西推进 就在战火如火如荼之际 俄罗斯动员一千多名突击部队和炮兵 在中亚塔吉克进行战斗演习 外界揣测这场练兵背后目的 恐怕是要再增兵派到乌克兰 严见国家被炮火轰得满目双移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终于松口 坦诚引认清现实 明确表示不指望乌克兰短期之内 能够加入北约 但战事若继续胶着下去 美国前路军司令预测 俄军的弹药和人力 恐怕十天内就会消耗殆尽 未来十天这场大战 势必将有重大转折 接着综合报道 好另外来看到 这是根据了17 Today新闻云的报道了 这个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已经说了 俄罗斯的部队在乌克兰东北部的城市 一个地方叫做切尔尼哥夫 开枪打死了十名当时正在排队 等候里面包的人 好大使馆表示 俄罗斯的部队呢 在这个地方射杀了十名排队 等候里面包的人 这种可怕的攻击必须要停止 我们正在考虑所有可用的选项 以确保在乌克兰的任何暴行 都有人能够承担罪责 好当然说到战事发生到现在 已经超过20多天了 出逃的难民人数也不断的增加 目前还传出邻国波兰已经接受 超过172万名的乌克兰难民 根据联合国的最新统计 乌克兰的难民人数已经超过了300万 其中有140万人是儿童 相当于开战以来 几乎每一秒钟 就会有一名儿童变成难民 19岁的波琳娜和18岁的马塔 在俄乌战争初期坚守家园 自制汽油弹抵御俄军 不过随着战情升温 他们在爸妈的催促下 带着年纪更小的亲戚和弟弟 平均年龄只有17岁的一行四人 一起往波兰逃难 最后辗转抵达波琳 每天我们讲过这些 我们在安全地 但是我们在乌克兰 我们在乌克兰 我们不能帮助任何事 谈到还在乌克兰的家人 眼泪忍不住落下 本该是划着社群媒体 和朋友大笑玩乐读书的天真年岁 却因为无情战火 被迫变成大人 带着年纪更小的孩子离开家园 不过像是波琳娜和马塔一样 必须在一夜间 被迫长大的孩子 却不在少数 55个小时 所以差不多1个小时 根据国际移民组织 在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出逃乌克兰的难民人数 已经突破300万大关 而其中约140万名儿童 被迫离开家园和家人分离 他们不只被剥夺 读书玩乐的权利 更在战乱间面临着暴力 性剥削 以及人口贩运的重大风险 儿童难民急需安全稳定的环境 以及保护服务 作为邻国的波兰 全力收留难民 不过目前已经有超过172万名 乌克兰难民抵达波兰 其中停留在华沙的难民人数 甚至已经超过当地人口的15% 聚集最多难民的华沙中央车站 临时设立的志工站 24小时提供咖啡等饮料 并向难民们分发点心和食物 不过这些志工都是利用工作空档 或学校休假轮班 志工站要如何长期运作 也是一大问题 在人道救援和社会负担间两难 华沙市长也强调 华沙正在承受沉重的压力 迫切需要国际支援 记者刘家宇报导 好另外呢 欧盟在16号这一天 对于俄罗斯祭出新一轮的制裁了 禁止出口的项目 包含了香槟 豪华汽车 时尚的服饰 昂贵电子产品 还有运动用品等等 欧盟的官员已经说了 他们的目标锁定的是 以避免冲击到俄罗斯的一般民众 此外 欧盟还决定 禁止对俄罗斯出口价格 超过300欧元 约合2092元人民币的奢侈品 以及价格超过5万欧元 约合35万元人民币的汽车 除了增加制裁15位名人之外 在企业方面 有9间的航空 军事 造船 还有机械制造产业等关键企业 都遭到了制裁 能源产业的投资 还有援助也被禁止 并且不允许俄罗斯钢铁制品进口 甚至就连银行的信贫机构 也被要求禁止评估 俄罗斯机构还有企业 不过持续来看到的是 这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和美国的国会 发表了这个视讯演说 前立委郭正亮点出一个关键 他认为 泽伦斯基一直演说 有解决任何的事情吗 有任何国家出兵帮忙吗 所以重点就在于 他不敢面对现实 我最近观察到两个细节 这个值得注意 就是俄罗斯开始在 乌东的俄罗斯裔的老百姓内部 开始建立武装 这个意味着什么 这个意味着 未来 俄军搞不好不会驻留 是由乌东的俄罗斯裔 他自己组成军队 那这表示什么 表示有一些干活他自己要独立了 不是他建立本土的武装干什么 是 对不对 我就看到有所谓俄罗斯第一大队 这种组织 那就是表明他要建立当地的武装 那接下来你可能就会看到各个城市 比如说 美利托普那个城市 他整个占领了 那市长下台 然后不是有一个议员就地捕上去 说他要当市长 对不对 那这个当然乌克兰一定理解为傀儡政府 所以立刻说要判 他是叛国罪 对 可是这个就是在建立傀儡政府 那克尔松我们知道 他占领城市 他今天已经占领一个州 他是不是也会比照办理 比如说是不是又会弄出一个州长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现在在各个他占领的城市 开始建立傀儡政府 建立本土武装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如果不理我 那我就一个一个建立 那顿内斯共和国如果 那个边境都已经 肃清了敌人了 他大概这个共和国就自己宣布独立了 那就算我俄罗斯可以怎么样 我可以走 然后切割开来 我跟你讲 玉琳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一个 力量还在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不跟我谈对不对 对 那我这个现状 这个新现状 就是新的常态 就这个意思嘛 这什么叫冻结现状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签出合约嘛 可是我对于我这个新现状 我就把它当做新常态 我就把它巩固下来了 对 那你也 你也拿不回去啊 对啊 那拖更久啊 那这个就是 欧美不可能接受这种状况 所以抵制就没有办法撤销嘛 可是乌冬就逐渐一个一个实质独立 就变成这样 那俄罗斯他的战略目标不就是乌冬 我们讲大乌冬啦 大乌冬成为缓冲区 如果你没有办法跟我签合约 我就让大乌冬一个一个地方都变成缓冲区嘛 那他就实质落实了 大乌冬脱离乌克兰掌握 是 那这个是泽伦斯基要的吗 当然不是 那如果不是 你应该认真谈判吧 因为我们现在就来讲说 他要认真演说 你的选择就是要嘛就是认真来谈判 对 那双方在合议的情况下 大家都退后让步一点嘛 是是 那至少是你有参与的 但很奇怪 三不五十就是看到的是说 俄乌又有什么和平曙光了 好像已经针对要签和平协议 我给你讲你要看那个消息是谁放的啦 大部分都是乌克兰放的啦 是 那可是他基本上没有在做谈判这件事嘛 他今天还要跟美国国会演讲 所以你还是昨天是跟加拿大演讲 应该就几个小时后 上礼拜在跟英国演讲 他说我还要跟日本演讲 是吧 那你这个演讲对于你签署合约 结束战争 请问有什么帮助 他们有派兵吗 没有 没有啊 连no fly zone都no 都没有嘛 所以你到底在干嘛 是 你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耶 那就一直在演讲嘛 那到了美国之后 应该没有国家可以演讲了吧 有比美国更重要的国家吗 你把日本放在后面 那是不是外来还有韩国啊 是不是还有台湾啊 我就不知道你在干嘛 你不是在解决问题嘛 然后你要去看目前的实质的情况就是 你一个城镇一个城镇的沦陷嘛 今天呢要推荐给大家 使用我们这台旺旺水神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 好这一台呢 其实非常适合 不论你是日常家庭使用 又或者是你家里头是 开门做生意的 有很多防疫需求的话 都非常的适合